今日的ET各股推介是《聯想992》 揀選原因是港股短期不明朗 以官網為主可以喉低級國柴股 例如憧憬受惠國產替代的聯想 有消息提到內地要求中央政府機關、國有企業 政府相關企業單位等 將目前使用的外國品牌電腦更換為國產設備 強大的供應鏈支持集團爭取更多市場份額 而基礎設施方案業務ISG 轉型亦有望成為未來的增長點 未來五年加大研發投入支持業務長期增長 中國機關和國企更換國產設備消息 有利短期的股價表現 聯想2022年到第三季 營利6億4千萬美元 按年上升六成二 收入上升1成7至201億美元 季度收入創新高 主要是個人電腦即PC和手機高端化 加上營運支出減少 令毛利率保持在16.7% 期內集團的基礎設施方案業務 實現並舊IBM以來第一次是規轉型 推動整體盈利率達到3.2%的記錄高位 現金流債按年上升一倍至15億6千萬美元 彭博進學預測 聯想2022年度 盈利債按年升7成1至20億美元 2023年度和2024年度分別按年升4% 聯想過去三個年度的研發投入由102億人民幣 大增至120億人民幣 管理曾預計研發投入將會繼續倍增 未來五年將會合共超過1000億人民幣 並且在未來三年增加12000個研發人員 聯想在全球擁有30多家製造基地 並且在全球5000家供應商建立穩固合作關係 再從智慧化技術層面需求預測和智慧備課 物流管理和生產計劃 物流規劃和調度優化 有效地提升集團供應鏈的水準和效率 走勢上聯想去年五月以來 以7至9.5的橫行整固 上個月跌至6.97附近反彈 受到國產替代消息的刺激 昨天逆市升百分之2.9收報8.07 2019年12月亦曾經傳出國產替代傳聞 當時聯想的股價在一個半月內累計升了兩成 技術上投資者可以套7.7吸納 上網通道頂9.5跌穿6.97便要止洩